在任何平台都可以执行的一个JAR档 不过前提就是每一个平台都要装一个所谓的JVM Java的一个虚拟的机器 不过基本上现在应该每一个平台都会预先安装上去 几乎都有装这东西 我们怎么输出很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这个 JVD101的这个class 按右键 它这边有个汇出 如果在Eclipse里面直接汇出 汇出成什么呢 在这边展开来会有个Java Java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可执行的JAR档 可执行的JAR档 那你就直接点它一下 按下一步 然后上面会必须要选择一个所谓的你的配置档 比如说你自己的配置档就选自己的好了 一定要选一个 然后汇出到哪里呢 比如说汇出到桌面上 我们给JVD101底线3好了 可以再重新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呢 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就按完成 它就直接怎么样 帮我输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有没有帮我输出 输出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输出 有 把它关掉 再弄一下 又不一样的号码出来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什么JAR档输出 那其实你们在网路上面呢 也可以找到很多是JAR的 以前是很多游戏啦 所以你可以打关键是JAR控一个游戏 就会很多很多可以下载JAR的论坛啦 网站啦 可以让你下载的 那其实JAR的这个档案 它其实就是一个VIP的档案 VIP 那你想说VIP 那要怎么解压缩呢 很简单嘛 你就这样 小哥哥一下 你就把JAR 把它Renay 点VIP Enter 要不要变更4 它就变一个 在这边